那花涛 让我今天呢 我想问个私人问题啊 我一直找这企业 终于找着一个中企神舟是吧 对对对 中企神舟 我在07年的时候买过你们产品 你们那时候搞了一个 说号称下一个育民时代 什么在网上注册那个 什么名对吧 对 我买了好多钱的 然后说刚好能增值 后来那个客服就不见了 后来我那钱就泡汤了 多少钱 大概17万吧 07年的时候不少了 这今儿终于碰了一个那公司的人 那是不是个骗局啊 这个肯定不是骗局 那你作为一个专业的销售 还是你还是一个销售的leader 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你甭跟我讲企业那点 企业怎么样 我就说你 首先我要确定一点就是说 这个产品它是真实的 产品是真实的 第二点的话就是 作为对团队下面的人员来说的话 就是说要解决他们的一个 怎么去帮助客户更好的情绪 我现在就是你的客户 假设我就是你客户 都突然也不好意思啊 打不打断了顺序 现在假设我就是你的客户 我现在就找你要退这17万 你就直接说吧 你怎么处理吧 其实陈总 我这个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 因为投资领域啊 比如说之前互联网出现的时候 有很多的域名的出现 你能不能不绕 你就直接给我处理了 行吗 你既然是领导经理 这要分你选的是什么样的资源 对吧 如果是投资的 那我会给你一些建议 所以你说的没有问题 你说到现在为止 都没跟陈总说 给你带来这样的困扰 我表示抱歉 无论我现在身 在不在那家公司 我都表示 你到现在都没有 现在说就算了 没必要 其实你看图类老师 都显得比较专业 在处理投诉的时候 其实第一时间 是先处理情绪 第二在处理事情 这两点你好像都没有考虑到 陈华涛也算是个职场老手了 更多的想要体现出 就是低学历 也可以有高素质的人才 是这个意思吧 你是高中毕业 是吧 高中学历 那你今天来的期待薪酬 是大概多少 我期待薪酬是两万以上 底薪 对 我说底薪 对 你上一份工资的薪酬是 年薪 我创业两年多 年薪25万 你上 你是自己创业 是和一个朋友 和一个朋友创业 我强调一下 你到底是年收入 在这里这里 这里 回应一下 含虎 就是说 是年收入呢 还是年薪 这个年薪是收的工资 年收入是包括 合伙人的分红的 对 包含分红了吗 对 我这个包括分红 25万是包含 就收入 所有的收入 分红 年收入 年收入 年收入跟年薪 是两个不同概念 对对对 年收入 年收入 那你原来 这个上一个合伙人 是基本工资多少钱 我这么说吧 我两年前 我朋友邀请我过去的 邀请我过去 第一年去的时候 拿了三千多 去年的时候 是五千多 那你这个公司还有吗 这个公司还在做 还在做 还在做 那你既然是合伙人 为什么要出来呢 我觉得是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 是源自于当初 当初的一个约定 因为他邀请我 邀请了一年 他给我很高的一个股份 然后让我加入到 那个机构 当时呢 我跟他约定 我说可能 聊到三年以后 我把这个公司 带上正轨了以后 然后这个 我可能就会选择 选择离开 但这是个伪命题 如果越干越好 干嘛要离开 这个行业确实 是有那个瓶颈 所以华涛 因为你今天应聘的是 一个两万元 销售管理港 所以你之前的 这部分 最辉煌的业绩 我们要知道 是作为销售业绩 整体给公司 作为贡献拿到的 还是公司整体 你作为管理港 拿到的一个股权分红 就你的个人能力 在销售上 还是在管理上 你似乎没听懂 他说的话是吗 我的 我要表 确实不是很 其实你刚才说的 两万是底薪 不是综合收入 对 那综合收入 你期望能达到多少 我希望年薪 能够不低 我现在25万一下 那你这个 上额吗 那你这个底薪 就两万24万了 对 我就说了这个意思 我说综合收入 你期望多少 这个逻辑是这样 你原来的底薪5000 虽然你年收入 年薪是25万 但是你的底薪 无则底薪只有5000 对吧 你现在的无则底薪 要的两万四倍 对吧 你前一个创业经历 又不是很成功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股份 比如说现在陈总 我到你们公司去 你给我股份 对吧 我可以拿5000 或者拿3000 这个很简单 我疯了 哪这么聊的呀 关于陈华涛 最开始是有一定的 期望值的 对吧 我个人也有点 操控情节 但是他让我很失望 因为这么多年的 整个职业生涯 就像连一些 最最基本的一些概念 都没有搞清楚 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把它否定了 这与他自己的学历 毫无关系 这样 陈老师 我把我的这个 还有些资料 想给各位老板看一下 包括在杜老师那边 在杜子健那 你难道多少钱 四千 四千底薪 综合收入是多少 那时候我觉得 在杜老师待了两个多月 为什么走了呢 第一个是我 那时候从销售转到 想去学营销 那时候就想去学营销 转到营销 这个是比较浮躁 谁嫌个空 打个电话 给杜子健 问一下他当时的表现 学到什么了 可以 我做的PPT 是受到杜老师 在全公司的赞扬 并且用于他在云南的演讲 没事吧 你先问一下杜子健 待会反馈一下 你刚才有什么话要说老牛 实际上我觉得海涛 其实也犯了一个 这个很多后展人容易在 尤其在谈薪酬的时候 容易犯一个错误 就是他用他过往的 所谓的这种业绩 或者他过往的这种辉煌的经历 来同性的来衡量 他未来的一个薪酬的要求 但实际上这个呢 对于我们 这个从职位的匹配 就是人港匹配这个角度来说 实际上是不公平的 所以你们的建议是 他的底薪应该调整到 比如说你的底薪降了一万以下 比如八千六千都可能 但是你可以给自己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提成的空间 因为如果说你 基于你之前的经历 有这个自信的话 我相信这个非常大的 这个提成的空间的话 你自己也一样是能拿到的 不用拘泥于这个底薪的多少 坚持吗 要调整吗 只要连心能够 不不就说底薪 我现在就是问你 底薪可以 底薪多少 不低于多少 底薪不低于一万 不低于一万 来第一轮选择 徐货磊 还有八盏灯 接下来请天生我有财 先来展示一下PPT 然后我特别喜欢 视频突击里面这段话 就是你经历的每一个地方 每件事 每一个人 都需要你去付出 你的时间和感情 那么我这次走的时候 对我何何人提了两个问题 在决策上 我有没有基于我个人 或者其他方面 然后短视的一些决策 那这个是没有的 第二个结果的话 就是说两年 五万多万的营业额 存力一百多万 把一个三四个人的 一个朋友 人情式的公司 基本上带上一个 职业化的这么一个公司 我们做的是 这个产业的自信 行业的自豪 企业的使命 我们的责任 那也是我们做的是 其实行业内都把这个 当做一个 一考很低端的一个行业 然后我就是说 我们做的是文化产业 下面的电影电视行业 我们为他们去输送人才 那我们是帮助 无数的学生 无数的学生 因为他的文化分低 考不上大学 而我们是帮助他们去 什么 去考一个更好的大学 然后去进入一个 这么招联的行业 你提醒一下 华涛 你作为一个 要做销售管理者的人 你的这个提纲 气领的能力 归纳总结能力 应该很强的 怎么直接就进入到 流水账里 太细了讲的 电话打完了吗 打完了 他有那么一点点印象 但是他说 一般在那儿 学两个月 就是去偷学去的 所以一般待不下的话 就是浮躁 急于出去挣钱 所以他认为 一般吧 我想问的是 就是说 你从15年9月之后 有没有投过别的简历 去谋求更大的发展 没有 那其实这是很 真的很奇怪一件事情 就我们说 一般是人才的话 要不是别人 会主动来挖你 要不是呢 你会充分地去规划 自己的下一个职场规划 而不是说 我等非你莫属 这个是很奇怪的 一个现象 我当时其实 我想的就是 就是到非你莫属去 然后我没有投过 任何的这个 因为今天 我本来还准备了 一些资料 然后也没有拿上来 包括管理方面 四个月 中间是四个月的断档期 我们会关注的 都是求职者 过去的履历的完整性 那么你四个月时间 你没有做任何的尝试 就等着非你莫属 那我如果再证问你 你瞄准了我们 非你莫属哪家企业 正是刘总这边 瞄准是我 好 非常好 那你瞄准我的企业 哪个岗位 就是销售管理 销售管理 你认为能带多少人 怎么带 我们目前做什么 你能带多少人 还是像韩信一样 多多益善 能带多少人 多多益善 牛啊 你准备怎么带啊 我2013年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就说 那个大学生和职场 最大的鸿沟 就是训练 因为我们有很多 落地项目 你考察过我们 哪一个落地的产品 和项目 适合学生 如果你来带 为什么你带的团队 的销售业绩会好 就讲具体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 忠诚管理者来说的话 就是说 业务上你必须是他老师 然后人品上 你必须要影响他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点 然后我觉得管理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论 就是言传身教 加这个检查训练 还有一个管理的一个 一个本质 我觉得是要寻求共识 我觉得你应该去做一个 培训师 不是做一个管理者 培训师他更做不了 他的两者 两者相比一较 目标都不标打 我觉得他说话的口吻和方式 设计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在 给别人传输东西 来 刚才其实刘总问一个 如果 我觉得假设性的问题 其实并不能真正地探究 出来候选人 他实际的能力如何 我给你一个案例吧 这个附老板开了一个牛肉馆 那么他聘请了一个大厨 来做这个兰州拉面 那兰州拉面上面 肯定会放几片牛肉 那针对放几片牛肉 这件事情的话 他其实拿不定主意 他就问大厨的建议 那大厨上来就会问他说 那老板你怎么给我定薪 那如果你是这个老板 你首先会怎么 给这个大厨定薪 你是会把更多的薪水 放到底薪上 还是会把更多的 放到业务提成上 就根据他卖的数量 而决定他的收入呢 我说肯定是提成 更多的薪金 是放到提成上 好 那如果我是这个大厨 那我就玩面加牛肉 客人肯定喜欢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老板对此付出的成本呢 对于厨师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它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 涉及到 你怎么去管理 这个厨师长的问题 我心知永远没法去 解决一个成本的问题 HR对我们 基本上是没什么关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他们提的问题 就是天理论化一些 天理论化一些 然后和我对接不上 因为我是从实战中出来 其实在你们对谈的过程中 我可以看到 你基本上是一个销售导向型 其实不具备管理能力 比方说 他假设了一个概念是 大厨的工作行为 直接关系到什么指标 这是一个KPI考核的核心指标 其实在每一个老板和决策人心里 任何一个KPI指标 直接是跟利润相关的 其实跟收入费用成本中间的关系 最后导致的都是跟利润关系 所以你要从利润倒推这个关系 所以并不是牛肉多放两块少放两块 也不是说成销售收入提升 他就可以拿到他的工资 其实真正你要拆到 跟利润相关的数据是什么 我认可这个说法 更多的是考虑他的销售管理能力 所以我想问的是 就是究其原因 就是你作为一个销售管理者 你对跟营销相关的人力资源的 所匹配的知识你学过吗 这个基本上是通过自学 自己摸索的方式 就是从专业去学 是没有理论结构的对吧 所以本质上你是没有完整的 清晰的方法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不对 陈华涛呢 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 在今天的这个市场上面 草台班子还是不太行 如果他能够认真的去学习一些理论 然后再结合他的过去的这些工作经验 那对他的未来的成长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今天因为是有一些资料没有拿上来 然后我是有自己独创的销售体系和管理体系的 然后包括我提出的决定是销售 包括销售的 那这样吧 你把你那些资料啊 在台下之后给他们投递过去 给他们游递过去 让他们看一看 或许你还能获得一线生机 但在台上今天就这样 第二轮选择去活了 还有三盏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黄济明开始 人家要不低于一万 给你留的是那个销售管理管位 但是工作地点在上海 好吧 好 中波 紧比无频电视呢 明年会大力拓展线下渠道 我们也需要这样子能够铺在一线 去开拓市场 带领团队的这样子的一个将材 成功 加油 谢谢 我愿意给你我们销售副总监的岗位 让你试一试 工作地点在北京 灭掉一盏 去吧 有请中波刘家勇 谈钱不上感情 请揭晓 8000加提成 8000加提成 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的薪手一万 有问题要问吗 我想问一下刘总这边的 他是怎么一个 怎么一个市场的一个打法 那现在我们用校园代理 用大学生创业加培训的方式 帮助现在更多大学生 用校园的渠道 微商的渠道 各种渠道来赚取他的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就是说校园代理的业绩 就是你的业绩 我们现在大概有一万多个校园代理 三万多个微商 大概这样的 了解了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中波你笑什么 没有 我觉得它更适合我们这边 15秒钟 金米科技 福能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是 福能集团 谢谢 谢谢 谢谢